吳教授 最近就是清真寺的事 上天是有刻意安排的 因為那天是10月21日 他去道協那天 剛好就是我們兩個月前 三個月前 應該是7月21日 如果他7月21日都是這樣 在22日那天走了下去 帶著警務處長 帶著當地的鄉紳 去跟當晚受到襲擊的人 即時在那裏道協 這件事就不會發展到現在 就是因為那天7月21日開始 他才併到我們全香港的市民 大部份任務是黃絲 藍絲都看到 然後好像老鳳那樣被人打 那些白衣老鳳出來打人 接著警察就39分鐘後才到 這樣都不用道協 但是現在弄髒人家的清真寺你就道歉 那你不是給了一個信息人家 你怕人家貼了你的名字 就是怕那些回教徒 貼了你的名字出來全球追殺你 那你就要立刻代表政府和人道歉 就是說人家夠惡 你就跪下 這樣就不行了 我覺得 還有他旁邊九龍那個 很悠久利是那間教堂都被他演藍了 但是他又沒有跟那邊道歉的 那你不是即時做事呢 你處理代表政府處理那些事的時候 你不得公道 亦都不公平 那你何謂公義 這是這麼簡單的 你現在教壞小孩 教壞年輕人 幸好年輕人一向都不信你 不信你現在的政府 那你才說 你現在可以安撫清真寺的教徒 那你不安撫我們香港人 那你好像在這裏分化著 那 誰呢 就是我怕的 誰呢 他呢 我擔心的 那我就會去安撫他們 難怪美國要立我民主人權法了 原來你是怕這些制裁你的行為的 那好吧 第二天呢 我們全香港市民就說 你是做特首的時候 你不但做得不妥當的 帶領政府 而且你私人的心也有問題 你私人也有一個 我們叫做不公道 而且你為你自己的私利去做 如果有些人要制裁你私人的 或者你怕全人追殺 全球追殺你的 那你就會馬上去做事 那我覺得呢 我會因為這樣更加 羞恥了 我作為香港的一個分子 雖然說特首和張建宗去 不是 特首和那個 警務處長龍偉聰 是啊 他兩個要去 但問題就是他們的警隊呢 那個答覆都是很有意思的 他說其實我們去是為了保護 我們開個水炮車為了保護清真池 還有他們都是說那裏有暴亂的 那就是說香港的警察呢 不是受我們香港政府指揮 因為如果香港政府最高是誰 最高是我們的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如果說了道歉的話 我們剛剛批評他不對 但是他的行為就代表整個政府 那你那些警察 如果大佬大姐說了之後 你出來刮大佬大姐一巴掌 沒有規沒有矩 如果沒有規沒有矩 那我更加知道你不是受香港政府指揮你的警隊 難怪你無法無天 因為原來你的規矩不是跟我們香港法律的 因為現在我沒有人跟你說而已 你抓了我二千多個人 我們那些人出來示威出來抗爭 他犯了法 他要面對法律制裁 你那些人不守法 為什麼呢 你去行使你的公權力的時候 去維持秩序的時候 你是有些制度去約束的 而你違反了所有的約束 沒有一個人誠諸於法 沒有一個人說受檢控 那你這就更加離譜 除了那個北區醫院 那個明明在那個CCCV那些 打在那裡看到的 就沒有辦法不抓他 我們在那些大眾傳媒 或者那些所有直播的傳媒 或者所有的影帶都看到你們亂了 那你們如果我說 如果要投訴的 你來吧 你來警署投訴 我怕你會抓我投訴 我怕你說我多事 我馬上插條罪名給你 因為你都不是跟香港法律做事了 現在 你現在告訴我不是跟香港法律 跟什麼 你是跟什麼法律做事 那你才有這麼大的膽子 如果你是這麼大的膽子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還更加害怕 難怪你說你出來保護那個清真寺 原來射水炮保護清真寺 其實你要保護清真寺 如果警方真的是香港的警方 那些公共關係科的警察 一早就站在清真寺那裏 跟警民關係搞好他 然後在清真寺那裏 所有現場的直播都看到 在清真寺那裏是站在幾個 其中有立法局議員 譚文豪 在那裏聊聊天 沒有戴面罩 完全聊聊天 就是我路過都不行 因為那裏是公眾地方來的 我路過 因為你就說戒嚴 不要被人經過那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亂來的 是吧 講來都多餘的 所以我們看到那天我都在直播著 那整條微燈都被掩爛了 其實他們一直到尾 交代水炮車的制量是怎樣的 另外毛涵先生他去醫院求診 他是富豪 他不想在公立醫院等很久 想去私家醫生 居然告訴他 我不知道那個生活是怎樣 最好急診室都不知道的 最好還是回到公立醫院 那將來我們市民不介意 就是染了一些藍色的水仔 那怎麼辦呢 這個已經帶出一件事了 就是說在無辜受染的那些人 如果我去找一些醫療輔助隊幫我的時候 醫療輔助隊是不是都是不敢幫呢 我覺得如果去到這樣 就是你自我審查 那不應該 就算在我們以往 所有的大賊 去到貴炳熊 去到那些大賊 那些抓到之後 如果他受槍傷或者受襲擊 那些醫生都要救他 但是我醫生說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不知道怎樣救他 就是我的政府沒有交代 警察沒有交代這個水炮車 那個藍色到底是什麼身份 我怎樣跟他 那他就立即要透過醫務衛生署 他們裏部 每一個醫務衛生署 負責這些科的和警務系統 他要聯合 一旦要做好事的 如果這樣更加就是說 你們都沒有心理準備 那你噴胡椒噴霧你就懂 那如果你用這些 胡椒噴霧你就知道怎樣救 那為什麼你不給醫護界的人 無論私家 無論政府 或者是私人的醫生 你都要給一個指引 如果你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在你身邊周圍的話 如果他不是在大街上抗爭的 他在尋求協助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救他 你應該出個指引 所以我看到毛海先生 就本身說他曾經在7月1日 還在曾經大會那裡 說了一些代表少數族的說話 但是現在他對警察 一點信心都沒有 那今天還去投訴警察 其實網民就說他是從南變成王 那這個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不是藍黃的問題 而是那些藍已經知道是非黑白了 他只不過是一個代表少數民族 或者他是有一個社會的地位 去代表少數民族 但是他以個人來說 等於他醒覺 他醒覺因為當自己去看自己是非黑白的時候 原來以前當他未知全相的時候 他不是說我是應該撐警察的 因為他維持公安秩序 但是當他知道公安秩序 已經不是用香港的皇家警察去做的 是用別的人去做的 或者不守規矩的香港的警察去做的 那他拆來幹什麼 他就醒覺了 這個就是辭之後國 都是好的 因為人有自省難力的 這個代表我們香港人 這個領袖 這個是我們社會的領袖 可愛之處 他懂得告訴別人 其實我有自省能力的 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 雖然我們這四個宇宙 大家經歷了很多痛苦 但是也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輝 你看到我們香港人 那些自願的年輕人就走下去幫忙 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我們是對這件事 我們不是針對人 我們是針對這件事 那些小數民族 一直都我們認同是香港人 我們從來沒有說他 是要跟我們分開 因為膚色分開 因為這裡是一個 正式有一個普世價值的 我們不會因為膚色不同 而有一個高低的分別 你誰能夠有能力去服務社會 就做多一點 如果誰是生出來 沒有那麼高能力的 我們要接受他 然後給他適合他能力的 層次的事他做 他會開心的 我們是這樣去看別人的 我們是要的 расскаж一下